退休金对老人来说 是体面和保障 不管退休金多还是少 对老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坐在家里即使什么活也不干 到月头就能领到一笔钱 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情 俗话说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有份退休金 足以应对晚年生活的各种变故 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 也给儿女减轻了为父母养老的负担 张阿姨的丈夫当年为她买上了养老保险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如果当年听了女婿的建议 为女儿家买房子 张阿姨现在会为养老发愁呢 我们走近张阿姨 听听她的诉说 我叫张玉华 退休金三千块钱 别小看三千来块钱 这些钱足以让一个普通老百姓衣食无忧 只要家里没有花大钱的事 这些钱就能安度晚年 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和丈夫是高中同学 读高中的时候 我偏刻严重 听见数理话就头痛 高考的时候落榜了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进了一家工厂上班了 当时去工厂上班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时候工人还是吃香的 丈夫是为数不多的考上大学的同学之一 她考上了我们省内的一所大学 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和丈夫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 从此我们开始了红颜传输 丈夫毕业后 分配进了我们县城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她家是城中村的 按说她的条件比我们要好多了 我的娘家是农村 丈夫毕业当年 就义无反顾地娶了我 结婚后我勤俭持家 孝敬老人 婆婆很喜欢我 并且对我还特别好 结婚第二年 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公共婆婆非常喜爱这个小孙女 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 女儿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她顺利地考上了一所一本院校 女儿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县城 毕业当年就考进了我们县城的 事业单位上班 女孩子能在体制内上班 而且又在我们县城里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我丈夫都觉得非常幸福 上班几个月后 在一次县职单位的联谊会中 女儿认识了一个小伙子 开始谈恋爱了 小伙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 她的家在我们县的西部山区 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家庭情况比较困难 但是女儿就是看中了小伙子 我们也没有别的可说的 我对女儿说南方根本没有钱买房子 我们手里也不宽裕 给她添不上钱 但是女儿说她不在乎是否有房子 当时我已经下岗了 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而且还面临续交养老保险的问题 当时我们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交养老保险 那时候我丈夫的工资也不高 她那点工资要担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而且那几年 我公公婆婆身体不好 经常轮流着住院 花钱不少 我丈夫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生活在农村 家里孩子多 公公婆婆的住院费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 有时候妹妹过意不去 给我们三百五百的 丈夫体谅妹妹的艰难 就说你赶紧拿起来吧 你家孩子多上学要花钱 我们紧紧手就过去了 说实话 那几年的日子真的非常紧张 婆婆家住在城中村里 后来赶上了拆迁 婆婆家的一座老宅子 正在拆迁的范围之内 我们领到了补偿款一百多万元 公公婆婆留下了二十万元养老 其余的给丈夫和妹妹兄妹俩平均分开了 当时妹妹不好意思要那么多钱 她说多少给她点就行 因为平时公公婆婆都是丈夫在照顾 但是我们没有去计较那么多 还是和妹妹平分了 我们分到了好几十万块钱 非常惊喜 我们可是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我们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 我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 我觉得我们日子虽然不宽裕 但是也能说得过去 不如把这些钱存在银行 我们就放在那里吃利息好了 这些钱留着以后养老用的 可是丈夫想了几天之后 她说她必须要先给我交上养老保险 这样我到老来以后就能有不错的生活保障了 我笑着说我没有养老金 也不怕呀 因为你在体制内 到退休的时候 你的退休金足够我们两个人吃喝的 丈夫正色说道 我的养老金也许够我们吃喝的 但是你自己有一份养老金不是更好吗 养老金才是养老的最终保障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啊 给你交上养老保险 到时候你即使不用干活 坐在家里到月头就能拿钱 多好啊 你把钱存在银行里 才涨几个利息呀 而且现在的这几十万元到几十年之后 还能顶这些钱用吗 想想也是 我们就准备交上养老保险了 那天女儿和女婿回来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说了打算要交养老保险的事 女婿一听当时就非常反对 她说妈妈 你花那么多钱去交养老保险 不合算呀 反正以后我爸爸有退休金 你吃他的退休金就行了 你根本没必要再买 女儿倒是没有说什么 因为女儿从小对钱没有多少概念 我们虽然生活不宽裕 可是也从来没有让女儿缺吃少穿的 她坐在那里看电视 任凭我们七嘴八舌地在讨论着 女婿先是反对我们交养老保险 而且她还说出了一个建议 她说不如拿出来这些钱给他们买房子 算是她借我们的 她会慢慢还我们的 她又强调说 你们只有这一个女儿 将来还是要靠我们养老的 我们买一套大房子 等你们年龄大了 我们就住在一起 你看你们的房子这么小 只有两室一厅 哪有大房子住着舒服呀 女婿的话让我们一愣 我和丈夫对望了一眼 我们可从来没有想过 用这些钱买房子呀 我们就打算拿出一部分钱 来交上养老保险 剩下的当作养老钱 或者生活中急用的备用金 可是女婿竟然说让我们给她们买房子 虽然说借的 可是如果她们还不上这些钱 我们好意思张口药吗 张口药那不就得罪人了吗 再说这是女儿家呀 又不是外人 即使她们还不上钱 我们也没得说 我和丈夫沉默不语 我们家的房子的确不大 只有六十来个平方 但是我们住在一楼 也不用爬楼梯非常方便 我很勤快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又摆上了一些小挂件 有几盆好看的花草 房子不大 但是装饰得温馨舒服 我和丈夫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 大小正合适呢 家里人口又不多 只有我们两个人 住大房子干嘛 再说女婿说买大房子 以后老少两代人生活在一起 方便嘛 有了矛盾和摩擦怎么办 我们最终没有听取女婿的建议 给她们买房子 女儿和女婿走了之后 我和丈夫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我们认真分析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把钱全部拿出来 给女儿买了房子 倒是解决了她们的燃眉之急 但是她们以后真的会给我们养老吗 将来她们不欢迎我们住她家的话 我们的钱不就摆给她们了吗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拒绝给女儿家买房子 女婿应该能想得通 她有知识 有文化 我相信她会慢慢理解的 后来我们真的交了养老保险后 也没有看出女婿不高兴 还是经常回来吃饭 也许女婿是好心 她真的打算买上大房子 以后我们住过去 给我们养老的 但是我们就是担心 到时候住在一起不合适 我和丈夫说好了 以后女婿买房子时 我们多少给天点钱 表达心意 我们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还是决定拿出钱来 给我交上了养老保险 丈夫把剩下的钱 分在了两处存着 一部分留给我 每年交养老保险用的 我还得再交几年养老保险 才到退休年龄 另一部分当作养老钱的 丈夫想得很周到 她说我们得居安思危 虽然我们手里有了点家底 也给你交上了养老保险 可是你也没有工作 咱们得把这些钱 好好地放在那里 别乱动了 丈夫把一切都安排得 头头是道 让我感觉到生活 没有了任何的后顾之忧 后来我才知道 丈夫做出的这个决定 是多么正确 我以为生活从此顺风顺水 生活永远平静幸福 可是没想到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 丈夫突然查出了肝癌 而且还是晚期了 虽然医生告诉我 丈夫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们依然尽最大的力量 就是丈夫 我提出来银行的全部存款 就是丈夫 但是依然没能挽留住 丈夫的生命 丈夫走了 我一个人就像离群的孤眼 天天以泪洗面 我根本无法接受 丈夫的离开 他给我买养老保险 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周到 我以为好日子来了 没想到他突然撇下我 一个人走了 还好女儿离得近 经常回来安慰我 有时晚上就在这里住下了 陪着我说说话 缓解我沉重的悲伤 女儿安慰我 她以后会好好孝敬我的 爸爸走了 我们娘俩是相依为命的亲人 女儿的话 让我有所安慰 我得坚强起来呀 丈夫没了 我们家的经济支柱 也轰然倒塌了 多亏丈夫当时动员我 交上了养老保险 如果那些钱留在那里 这些年也许早就花完了 可是现在 我已经开始领养老金了 这些年 养老金慢慢地上涨 我已经能领三千块钱了 那时候女儿已经结婚了 她和女婿最初租房子结婚的 后来就买上了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 我给了她们五万块钱 让她们天上当首付 钱不多 都是我从退休金里 省吃俭用攒出来的 女儿和女婿非常感激 我对她们说 如果我没有退休金 现在她们买房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出钱 她们也说 当初多亏交上了养老保险 虽然她们在还房贷 但是她们有公积金 还房贷负担也不太大 我非常感谢丈夫 多亏她想得周到 要不在她去世后 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年龄又大了 怎么生活呀 女儿家还要还房贷 还要养孩子 她也没有多余的钱给我 那样的话 我的日子就难熬了 我更庆幸 当年多亏没有帮女儿家买房子 去女儿家养老 是非常不现实的 在丈夫去世后 女儿曾经让我去她家生活一段时间 离开熟悉的家 省得我天天以泪洗面 一个人坐在家里怀念丈夫 我在女儿家住了两个来月 我就知道了 女儿家永远不是我的家 刚开始我去女儿家的时候 女儿和女婿都天天对我嘘含问暖 经常安慰我 可是慢慢的 她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仿佛我不是来寻求安慰的 我在女儿家里 买菜做饭都是我的事 打扫卫生 洗衣服 也是我的活 刚开始女儿和女婿都还往家里买菜 慢慢的 她们就不管这些事了 那段时间女儿的婆婆生病住院 我还得去和她们轮流帮忙伺候着 不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得回家做好饭 往医院里给亲家送饭 晚上我睡得早 丈夫去世后 我开始失眠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但是女儿和女婿在客厅里叮叮当当的 又把我惊醒了 那一夜我就不用打算再睡觉了 我特别地想念远去的丈夫 虽然在女儿家忙碌地过着 但是我依然思念丈夫 实在忍不住我就无声地抽气 我怕女儿和女婿听见 影响他们的心情 我常常躲在卧室里暗自垂泪 其实在女儿家生活 暂时能让我忘却悲伤 但是丈夫在我心里的永远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我只是悲伤压在心底罢了 后来亲家出院后 他也住进了女儿家 在那里休养 毕竟县城的条件好一些 他们住在山区 生活条件比较差 我觉得我在女儿家出钱出力 名义上是为了让我换个环境 有个好心情 其实我在这里更累 亲戚来了之后 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吃饭 而且亲家刚刚出院 需要好好补充营养 这样我出去买菜的时候 就得格外多花钱 给亲家买野生的鲫鱼 或者买只土鸡 炖汤给亲家喝 滋补身体 我在女儿家太累了 越来越觉得待不下去了 我就收拾了一下就回来了 回到家的当天 我默默地对丈夫说 在女儿家养老是不可能的 当年你没有说错 多亏你给我买下了 这份养老保险 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人到老年养老金 是最重要的保障 谁有也不如自己有 两口子还得献张口 何况伸手找儿女要钱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要养孩子 要负担家庭开支 儿女挣大钱还好说 如果就是普通的打工人 他们哪有那么多钱 给父母花呀 每当我和女儿聊起来的时候 女儿也说 当年爸爸的决定是正确的 虽然当时没有给女儿买房子 但是我这有了这一份养老金 也等于给女儿减轻了负担 现在 靠着这份退休金 我衣食无忧 每月还能攒下近两千块钱 我的身体健康 我是闲不住的人 我又在我们的小区里 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活 每月只有一千五百块钱 这样我多了一份收入 生活也充实了一些 我打扫卫生的时候 会和楼下同龄的人聊天 那些农村来城里带孩子的老人 基本上没有退休金 给孙子买点零食都拿不出钱来 还得现找儿女要点钱 我非常感谢这份退休金 给了我安心而又舒适的晚年 我更感谢远去的丈夫 她眼光长远 替我想得那么周到 给了我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 在有钱人的眼里 三千块钱的退休金确实不多 但是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 生活足够了 知足常乐嘛 丈夫走了 这份退休金就是我的依靠啊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